準備搬家囉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福爾斯片 一上次的room tour之後我又搬家了 那我這次住的房子是一整棟兩棟囉 那這一棟呢總共是20坪左右 有兩房兩廳 然後一個小衛浴跟廚房 不過這是我跟我室友一起合族的 好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進去介紹吧 首先一進門呢 是我們的玄關 那這是我平時亮衣服的地方 然後房東有附這個洗衣機 還有我們紅乾機 然後我要介紹一下這是我們的鞋櫃 這是我們前天才裝好的 然後他原本還有一個小故事 我們大概4月的時候我們就搬進來了 那時候呢我就跟我室友就現在這個攝影師 我說直接買組好的 因為我不想要浪費時間 只是滑在組裝上面 他就覺得說我是有沒有那麼懶啊 所以他就說沒關係 不然買我來組好了 結果我們組裝的鞋櫃呢 就這樣放到了6月 我們都沒有人要組 然後我們原本的鞋子啊 也就是要散落一地 直到前幾天呢 我室友的弟弟來到我們家 就發現天啊 我們家真的實在是鞋子太亂了 然後他女朋友就幫我們組了一個鞋櫃 結果呢 他女朋友組好的鞋櫃就像這樣 就是非常的搖搖晃晃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算啦不用白不用 然後我們就都把鞋子給他放上去了 結果隔天呢 然後我就下來查看 好慘喔 鞋櫃整個倒塌了 鞋櫃整個倒塌了 鞋櫃這什麼命案現場 於是我們就花時間收拾餐具 然後我們又一起組了那個鞋櫃 還好我們當初有買兩個鞋櫃 後來我們也發現說 就第一個會那麼晃 是因為我們沒有裝備版 然後我們兩個人都沒發現 不過呢當我們一起組完鞋櫃之後 我們就是很有成就感 然後這也讓我們彼此之間更 close 所以經過這次事件之後 我就跟我室友說 你以後都要聽我的 好 接下來呢這個故事說完了 我們進來我們的房間 那一樓呢是我們的兩廳 兩個客廳 那這棟房子呢 我們基本上搬進來 全部都是空的 所以你看到這些房間 就是我們自己填購的 那這一廳呢 是我室友的工作室 他在這邊啊 做維刺青還有霧美 那你看看 他的東西真的是非常的多 OMG 你看這個 我這個算算啦 不過呢還有一個裝潢 我們是覺得還蠻可愛的 你看 他的這個鏡子 就還蠻複補的 然後還有他這個乾燥畫 雖然呢他這一面還蠻漂亮 不過都被他的招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再來我們就到我的小客廳去囉 欸欸欸欸 睡裡喔睡裡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他的東西 超級爛 他的東西好像放著 然後他一直抖落到 哈哈哈哈 好就這樣來到我們第二個客廳 好也是非常的凌亂 這裡呢是我專門拍我串的地方 對對對 我的最亂你的呢 還好吧 我這裡是堆我的小雜物還可以吧 然後夾的臂貼 謝謝 對這個臂貼呢 是我自己貼的 然後他近看是非常的陽春 所以不要近拍 謝謝 哈哈哈哈 然後這個冰箱呢 也是房東付給我們的 然後再介紹我們的 你看我們的廚房其實很小 可是東西呢 因為我原本想說可以煮飯啊 結果殊不知 連個什麼都沒有 我們沒有瓦斯爐 天啊 我們的東西真的是太多了 我們整個小廚房是被擠滿了 你的東西 然後再來介紹浴室 就是我們唯一可寫的地方是沒有乾濕分離 我們每次洗完澡的時候 我們都要把地板擦得非常的乾 然後還有一點不好的是 因為廁所都一樓有 所以我們都要從房間到走路 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上樓去吧 好的 這相機好重喔 好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二樓 來看一下這裡一間 然後這裡一間 這裡是我的房間 好我要先介紹我室友的房間 我要介紹我們的小室友 Everyday Everyday 來 我們的小室友在這裡 嘿 他很萌 然後手很短 他是我們家中的小萌物 他叫Everyday 他是英國端腿人貓 對我們這個家完全沒有任何的貢獻 他只會遲合拉沙睡 還想逃跑 好沒關係 再來呢 我要介紹一下我室友的房間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我來介紹 不過呢 我對這個床非常的有疑問 你們聽 你們有聽到這個聲音嗎 這個塑膠套完全沒有拆掉耶 我真的不懂耶 你為什麼不拆掉你的塑膠套 因為這樣比較乾淨 而且這不是床墊 這個是防水 防水墊 我真的不懂 欸這個睡上去不會不舒服嗎 不啊我就很習慣啦 奇怪 睡起來不舒服耶 而且你這樣動就會有塑膠的聲音 這樣真的很乾淨 好嗎好嗎 看一下他的衣櫃 我衣櫃巨大的 好極大 上面放了一些雜物 好然後他那個電視呢 也是要這裡買的 像我房間就沒有 對他的房間大概就是這樣 接下來呢介紹他的陽台 他房間比我房間小一點 因為主要他陽台還在蠻大的空間 而且陽台太亂了吧 沒有啊這個就是那個我需要的 我覺得這棟房有點不好的地方 就是看對面的鄰居太近的啊 手機鏡都可以打招呼了 可以量衣服都可以say hello 好了那接下來就要進我們房間 沒錯沒錯 好熱 再來呢就是要介紹我房間啦 那我房間呢沒有任何的整理 要給大家看看最真實的樣子 可以吧 可以可以 首先呢我跟大家介紹這個門 這是我自己貼的 OK不用拍他已經沒關係 哈哈哈哈 他已經有點陽春 然後他原本的樣子呢 那個門框橘色的我覺得很不好看 後來我自己買壁紙貼 就有點清水膜的感覺 遠看我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可是我男友就說很像水泥槍 他就覺得這個很醜 你覺得會很醜嗎 我覺得不要跟妳看拜託 再來呢就是要介紹這個櫃子 這就是我跟我私友一起買的 我覺得這個櫃子真的是還蠻有質感的啦 他可以放蠻多東西 重點是不要自己組裝 對不用自己組裝東西我最喜歡了 哈哈哈哈 原本我跟我私友一樣要買兩個小的 但我發現我根本用不了那麼多 而且櫃子很佔空間 後來我就跟廠方推一個 結果現在就可以剛好的擠在我這個凹槽裡面 我這裡就是有個縫 那就是完美的在這裡 完美的在這裡 完美的 好 接下來呢我要介紹我這個 連銀香氛 再來這個就是我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沒關係 我一個手滑就破掉了 我啥爆眼 沒關係 用肉皮等等 不要再破掉了 謝謝 不然就沒有第三次機會了 這也是妳聯名的嗎 對 這個就是我聯名的香氛燈 那這個味道呢都是我自己選出來的 然後其實香氛師幫我調配 然後這個味道呢很像是 夏天的橘子氣泡水的味道 它就是有一點甘橘類的 你聞聞看 嗯 真的耶 有橘子的味道欸 你覺得好聞嗎 我覺得蠻好聞 就很清爽 很清爽 因為這個我就覺得在夏天 室內房間的時候 就一邊吹的人氣 一邊聞這個味道 然後看著外面太陽很大 你會覺得好舒服 而且他們家是純面暖的雞 所以如果你家有小動物的話 聞到這個味道 其實是不會生意不舒服的 沒有 它的這個香氛燈呢 是開著就可以撿換它 蠟福的壽命 而且你只要看著香氛燈的話 就不用特地圓貨了 我自己還蠻推這一個的 然後我會把這個放在下方吃出來 大家喜歡可以去看看喔 OK 再來介紹我們的 登登那一區 好喔 最亂 好 各位 看看我這個鋼琴 看呢就是沒有在彈 你看它的鋼琴上面擺放了很多東西 所以有此可思呢 我的鋼琴一定彈得非常的差 好 再來呢介紹完鋼琴 我要介紹這個椅子 這個椅子是每個家裡女生都會有的椅子 這就是我們的衣服的椅子 真棒 是不是 你家是不是也有 有有有 那接下來要介紹 我有一些東西就是在Kia買的 這個台燈 還有那個椅子 以及我們床上的壁畫 還有我這個床單 整個套都是 其實你看看我房間的東西應該沒有算很多吧 周圍環繞一下 繞一圈看看 這樣 還有字牌 我覺得我應該比很多女生房間都很乾淨 很多女生都有潔癖好不好 其實我要說 其實這個床下面是一個仙床 所以我把我很多東西都放在這裡面 超級方便 有沒有 我冬天的衣服全部都在這裡都眠了 我覺得這個是仙床我自己蠻推薦的 就是它可以節省掉我非常多的東西 就是這個很方便來收納 所以我覺得這個仙床還不錯 因為這是你推薦的 這還蠻好用的 真的而且重點又不貴 就跟一般的差不多價格 OK 介紹完這個仙床呢 嘿 我要來介紹我這張床 內褲直接跑出來 因為我們長時間其實都待在床上 然後像我前一個家的時候 我那個床真的實在是太軟了 我只要坐到這個邊邊啊 然後它那個床都會陷下去 而且真的是當你睡到不好的床的時候 你的身體真的會越睡越累 而且我在那個家的時候 我真的每天都做我的夢 超級不誇張 所以後來我搬到這個家之後 我就想說我一定要買一張很好的床來睡 可是當時我上網跑完 我就發現就是選擇太多人 所以後來我就直接問我的朋友 然後他家剛好是賣床 跟沙發的家具工廠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不要太軟的床墊 不知道我在健身 所以如果我躺太軟的床 會對脊椎不好 所以他就推薦我這款床墊 而且我很喜歡它裡面的這個設計 放開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它是這個樣子的 它躺下去呢 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摸起來是非常的軟 而且很涼感 要不要碰碰看 好 是不是很舒服 跟我的那個便宜的不一樣 然後床呢 最好都一定要現場試躺 才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 那這張床就是我當初去嘉義 找我朋友的時候 我就直接去他們的工廠 去躺那個床 真的一張兩千塊跟兩萬塊的床墊 你一躺就知道差別在哪裡 那如果你是在南部的話 就可以去找我朋友看 然後他是名酒家具的小老闆 他叫比利 然後我的枕頭也是跟他們買的 我覺得他這個高度剛剛好 躺比較扁枕頭的時候 都比較容易打呼 可是如果你枕頭安全高一點的話 真的打呼會減少 那他也多送我兩個可以抽給本心 那詳細的抽獎內容呢 我也會放在下方資訊 大家記得去看喔 接下來呢 可以介紹我這個鏡子 因為這鏡子 之前前一個房間 不然所有的都有介紹過了 不錯喔 這就是房間的樣子 那我們租這間呢 是一個月兩萬塊 所以我跟我室友一人一半 然後我們是照台電跟北水來計算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OK 各位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啦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另外我會把今天提到所有東西 都附在下方資訊欄 抽獎也是喔 OK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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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